真的靠不放棄 重新回到白宮的川普 這把西鄉辦公室的鑰匙 搶的是步履南山 印證了一句話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但是 賀錦麗曾在辯論會說 天下的確沒有白吃的午餐 但川普會變成普丁的午餐 如今時隔兩個月 俄國正式回應 簡單粗暴的回應 普丁不吃人 讓香港媒體鳳凰衛視 這五個大字打在電視牆上 就真的不吃人 美國奉行雙向遏制政策 試圖同時遏制中國和俄羅斯 但禁止中國的商品和技術 美國將會對自己造成影響 這將會引發通貨膨脹 如果美國改變對俄羅斯和中國的態度 那麼所有人都將受益 但為什麼說普丁會把川普當午餐 正是因為川普過去不斷強調 跟中俄兩國元首罵即罵 因此川普重回白宮之時 普丁似乎也逮到機會 一頭替中國老大哥說話 另一頭在公開場合拿通貨膨脹 對美國情緒勒索 後拜登時期川普重新掌舵 普丁究竟吃不吃人 就看川普這名準總統把美國優先抬得多高 三立新聞報導